接下来我们来看 最后 最后来到上帝面前要靠圣灵 大家讲靠圣灵 圣经告诉我们说 第十七节和十八节 我们说到父面前要靠圣灵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 给你们演出的人 也给那近处的人 十八节 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 被一个圣灵所感 得以静道父面前 今天我要给你看一个很重要 静道父面前 在静道得以静道父面前 这个静道 叫做prosagoge 很难读 prosagoge什么意思呢 prosagoge的言文 就是取得靠近的意思 以前 一个王帝 你要去见一个王帝 你要见一个王上 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相信你 如果你有看古装戏 那些古代的戏 你要见王帝 不是要讲 哈啰 王帝 我今天好帽 我今天找你 不是这样大有大反手进去的 而是你一定要申请的 而且你要 也要看那个王帝 要不要见你 不是说 王帝你好 我要来见你 不是这么样 而且要通传的 通传通常是这样的 如果那个人想见王帝 王帝 愿意来见他 之后呢 是这样做 如果你看古代是 找麦克战 敬殿 然后又传了 找麦克战 敬殿 然后又传了 找麦克战 敬殿 又传了 一直传 然后你看 这个敬道的意思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他有一个路产的 他有一个仪式的 他有一个准备的 来到上帝面前 今天我们能够 有这个路程 有这个路途 来到上帝面前 乃要靠谁 靠圣灵来行使 今天你信了耶稣了 靠着宝水来到上帝面前 靠着石子架来到上帝面前 你还要靠着圣灵 让你每一天的生活 不只是过着行使手肉 手肉的生活 而是让你整个灵人活过来 能够活泼的来到上帝的面前 这很重要的 有些人信了耶稣 他的生命是死的 他没有被圣灵带活过来的 我在讲 我常常讲 今天也在讲一次 今天谁在这世界上 天父吗 天父从来没有离开 他的宝座 你要感谢人 从来天父在他的宝座 宝座 坐着没有离开 如果天父一天离开 他的宝座 你和我就没有指望了 所以你遇到再大的问题 再大的事情 你可以安心 因为上帝坐在他的宝座 从来没有离开他的宝座 这意思说 他的权柄和荣耀 一直巩固和不改变 你可以依靠这个大有能力的神 阿们 第二 耶稣定在十字架升天之后 他有没有离开他的宝座 也没有 耶稣站在父的宝座的右边 日夜为我们来祷告 圣灵讲 日夜为我们祈求 所以耶稣也没有在这世界上 请问 现在谁跟我们在一起 圣灵 我们活在一个时代 什么时代 圣灵的时代 可惜很多 我们很多的人 却对圣灵的了解 少之又少 我们以为认识圣灵很多了 我们对圣灵的了解很多 其实不是这么样 因为圣灵的工作 是要把我们的生命带活出来 而不是常常 常常很多人是这样的 礼拜天就是他们充电的时候 哇来教会很高兴 又敬拜神 哇充电充电很好了 很好了 出去外面去外面工作的时候 遇到很多的问题 困难的家庭 家庭的问题 创到骨骑把你 我先给你了 我先给你了 又回来教会 哇又在享受上一同在 又在 敬拜又在 又在 好了好了又在出去 出去又在重上回来 哎哟啊 又在 敬拜神又在回到神 上帝不要你过这样的日子 圣灵要活在你的生命当中 圣灵要做一种奇妙的工作 就把你的生命带活过来 一个人啊 越活在圣灵里面呢 就觉得生命宝贵 因此呢 耶稣的宝血的功效 还有十家的仁义 能够大大的彰显在他身上 教会是人借着基督 并且以圣灵来到 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的地方 教会必须要有基督 不仅要有基督啊 教会一定要有圣灵 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面前 这是无价的福气 我们可以随时到他跟前 我们把我们的困难 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孤单 我们的忧愁 向他倾诉 求他指引